感恩节去加拿大温哥化玩几天 跟大家分享一下出行的攻略 首先能不能开车去机场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很多人就担心机场的停车比较贵 其实机场周围有很多私人的停车场 在网上一搜就找得到 大概就是10块左右一天 当你停好了车之后 它有百度车把你送到机场 特别的方便 所以自己开车是完全没问题的 第二个就是机票的问题 其实大家可以选一些实惠的机票 然后花一点钱去选座 因为短途经济舱跟商务舱 其实没什么区别 倒不如用经济舱去选一个腿部位置 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宽的 这样的一个座位 第三个就是旅馆和租车的问题 那么旅馆尽量的选 从机场有百度车可以直达的 然后租车最好就是在旅馆的周围 这样会比较方便 而且比在机场租车要实惠的多 另外美国的车险是可以在加拿大用的 所以也不需要额外的去加一个车险 准备要入境加拿大了 那么英语不好 到底能不能顺利入境呢 其实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这里入境全程看不到这种人工 基本上就是机器 它提供了中文的选项 然后回答各种问题之后 会打印一个小纸条 拿着这个纸条在出关的时候 给一个工作人员看一眼就可以了 出了机场之后呢 就等百度车带到旅馆 只要安排好 非常的简单和顺利 接下来呢 就是找地方吃饭的问题 关注我继续为您分享